必殺魚港遊艇區停車場外圍 被人丟棄垃圾 不只平民罐罐 塑膠杯 加入垃圾 還有滅火器 馬桶 衛生設備 還有石頭 裝塊都有 不只被人亂丟垃圾 一旁道路上 還有好幾艘遊艇 擺在路上 船板架突出 差一點就弄傷人 那天來剛好有車子 交匯 那當然就是有些人 那還是白天 如果你說晚上 那弄到差不多會沒名 環保公司派員已經清掃第二天 但垃圾量實在多到清不完 一路從必殺魚港停車場 人行道 花圃 都可以看到沿路散落廢棄物 即使水泥牆上噴漆警告 不要再亂丟垃圾 也起不了作用 風景很好 就看到這些東西 有看到垃圾 當然就是不好 要整理一下 要重新那個 這樣不太OK 原來漁港停車場外圍 今年國產署和漁業署 將辦理轉移 近日市議員呂美玲 找來市府產發處聯合會刊 將配合市府進行漁港大掃除 現在疫情過後 整個遊客都已經出遊到必殺魚港這個地區 現在被堆砌的廢棄物 我覺得如果不趕快處理 可能後續的問題會更大 二來就是說今天會堆的這個部分 還有水溝蓋的部分都秀石 擔心遊客或是說這邊的居民 開車過來 騎摩托車過來 可能輪胎會被刺破 還有水溝蓋也破損了 然後嚴重影響到行人及交通的安全 還有有一些路旁被堆置的一些不當的設施 有可能會造成交通的問題 因為那個地方突出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船架突出在那裡 然後有些人可能已經被撞過了 所以他包了一個這個魚衣 黃色的魚衣來警示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都是應該 政府要來做的警示的作用 或者是應該要趕快找到堆置的人 通知那些人趕快把這些危險的物品 移植 遊艇港的範圍內 我們是有 我們是有每年都有這個清潔採購案 在做每個月的定期清潔 那外面的水溝道路跟水溝範圍 它過去是中央漁業署的拐匣範圍 那他們在近日就是 與國產署進行土地地籍的轉移 所以他委託我們基隆市政府 把這個地方清理 那也是近期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有積極的在請廠商來做物價 然後進行清除 會將遊艇港這邊的停車場 及外面的道路水溝等等 會一併的清理 必殺魚港遊艇區 目前由漁業署每年編列經費 委託市府代管 但往往經費有限 近日產發出找來清潔公司清理 希望讓漁港盡快恢復過往的景色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是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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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